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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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可别弄这个了 你快去库房看看吧 那伯爵娘子又送了好多东西 库房还放不下了 放心 过不了多久 伯爵娘子就不会再蹬咱们家门了 要不 姑娘你再想想 我看到吴大娘子是个爽快人 跟姑娘你有头缘 这可是很难得的 伯爵娘子虽好 可她儿子却是个不堪价的 祖母早就将里面的厉害关系 跟我讲得清清楚楚 我岂能顾入她老人家的心里 我瞧着赫家比娘家好 那些好年纪懂什么 但姐 你去将梁家送来的东西 一一清点 全部装箱造册 还到厢房放好 将来全部都要还给梁家 一件都不能少 可惜了那么多好东西 那姑娘送给五姑娘的镯子呢 难道 难道要从她手上扒下来 还有姑娘送给四姑娘的批货呢 这些都是我四方钱买的 不是梁家送的 四方钱 四方钱 姑娘 你你你约钱本来就不多 虽然有老太太接近 那也是有限的 这下可好了 钱都拿去养人家了 咱们都没得吃穿了 姑娘怎么没瞧见呀 您这个那位听说五大娘子又来看见你 气得蹊跷什么样子 这头发要是没有拆还竖着 早就跟她气得要瘦气 我说你呀 以后有这种好事呢 你记得一定告诉我 别光顾着自己开笑啊 是 那别记下了嘛 对了 听说主君开始给林希哥 那位物色人家了呢 这两天 陆陆续续带回来了几个人 我都是写不过来 说是跟二哥 三哥 他们他们弄到 其实呀 就是叫他们相看 读书人 应该是哪家的群举去吧 父亲呢 平时已经宠服他 到头来 不还是给他找一个 门槛比咱们家低的吗 只是父亲不知道 他那双眼睛啊 都长在头顶上了 还一心想加入高门呢 做梦 喜鹊 你看 那儿的花生的多好看 帮我把它摘下来 好 小心点啊 好 姑娘 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 我的手绢 那儿 那是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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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姑娘 吴姑娘 洪浪这几日辛苦了 还是别住外头搬回来住吧 过几日再说吧 等沐儿的事过去了 她挽回班了也来得及 永昌伯爵娘子来了 怕是要给刘丫头说亲事呢 明丫头的婚事 是 得问我老太太才算作数 你不要多想 是是是 伯爵府的富贵呀 妾身也不敢多想 只是 眼看六丫头 这婚事就要有着落了 之前你跟我说 那文书生的事 我看不大妥 我看不见我 前面这些幼儿内的妇人哪 是不懂这些 查看书生的门道 是 红狼的眼光看学生 那自然是一等一的 只是不知道 这女子选夫婿 未必要求功名 只求人好 心善 图个穿衣吃饭罢了 只是 只是这文举人家境 实在是贫寒 若咱们沐儿嫁过去 那恐怕 是要先吃二十年的苦头 人家家里 不至于如此贫寒 那只是家底不大罢呢 可这孩子才华匪人 红狼 纵然他才华匪人 日后能够封猴伴将 我也不眼热 我只求穆儿 能有口热饭吃 红狼你就腾腾穆儿吧 看来 你离我找的这个女婿 是不满意了 既如此 那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咱就直接了当跟我说了 也省得我白费口声 红狼 我去厨房 红狼 红狼 你误会我了 我 我没误会 尼尼尔 我 慢 慢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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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呢 我 那年我帮你筹划 姨妈 在东京这些日子 恐怕您把身上的银梁 也都划上干净了 这些您先拿着 不够的话 您再跟我讲 用不着什么银子 我是吃惯了苦的 只求啊 赶快把这件事 一概料理清楚 我好快快会会 回我的扬州去 所以 永昌伯爵府 来上香天灯游的事 我都打探清楚了 怎么样了 本月十五 吴大娘子 带着梁家六公子 一准前来 要做一个大道场 正吩咐人四处打扫呢 我明白了 那 你那日来吗 我不去 你不来 那你让我打听这些做什么 若不是鱼 便是有十条钩子 也找不着你 若是鱼 那就算是没有钩 也会跳上岸去 把岸上的秋眼都吃了 姨妈 你就送到这儿吧 别让旁人看见了 先回去吧 好 那你回去也要小心点 回吧 嗯 怎么了 这风大雨也大 你都要被淋着了 这 你都要被淋着了 你都要被淋着了 想必 许愿也会更灵验一些 许愿贵在人心 活在日子 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起来是特意为了求个孩子 我心主不说一定要下车走才可以 这样真人也能看到我的天心 都说郁清冠秋子最为灵验 现实有人在这坐礼会道场 回家就生了双生子了 姑娘 他们走了 姑娘 你别难怪 我不难过 这郁清冠来了这么多回 一直都没有荣誉 站在这书后才发现 原来这里风景别致 花香宁人 真是一处好风光 我讨厌 这就没有什么地方 这就没有那天 你服伤不着 你服 что-你服伤不着 kulling 你服伤不着 我服伤不着 你服伤不着 你为什么要求孩子啊 祈求神明 不要太贪 你为什么要求孩子呀 命里有失 终须有 何必强求 那 你是不想和我有孩子啊 不是啊 你为什么不求 求三清祖师赐我厚死 我必重修殿语 再诉今生 来 这样长得多 来 来 来 那个 呀 得多 你怎么可能 还不能做 人呢 都不得 你怎么能做 你怎么办 人呢 为了你的驾许 给我 你最近 往玉清贯去得多了些 今日 董事梦见我小娘 心中不安 孤儿多去了几次 如今 香油也已经添了 明寿也办了 小娘不再脱梦了 想着 应该已是 安心投胎了 我就也不必再去了 贺家小哥 这几日 往家里来得勤了些 那 那他下次再来 我得好好谢谢 贺家哥哥的药材是 你得我脸上一点疤都没留 就是 不管多重的伤 终究是要把腐肉挖了 伤口服上药 医得一点疤痕都没有才好 是 祖母您放心 所以您明白 六姑娘院里的童马房说 十五要去玉清贯 我去玉清贯打探了一番 永昌薄缺服也定了那日子 果然 我听到的传闻不假 这六丫头平常不显山不露水的 竟然是这么无耻的东西 还未曾过门呢 就开始把地上婆婆了 怎么办呀 我是不是毫无胜算了 你越是这种时刻 就越要镇定不乱 想想对策才是上级 我能有什么对策呀 我待在这个院子里 连门都出不去 你还指望我做什么呀 你是没有指望了 那 那出门便是了 爹爹不让我出门 我怎么出得去呀 若人此事 只能并行险招雇主一致了 若依我的意思 你就得忍下委屈 丢掉廉耻了 你若不去 那你就乖乖地坐在这儿 等着你爹爹拿个橘子回来 随便打发了你 我 我不要嫁什么橘子 我若嫁了个橘子 隔壁院的 都要削掉大牙去了 我的好姑娘 谁都是男着男着过来的 若我当初也是犹犹豫豫 哪有今天前呼后拥的好日子呀 我这不是抢了 让你三哥哥怀在肚子里 那我早就 早就被盛家赶出门 流落街头了呀 我先说得对 我先说得对 若是能嫁到伯爵夫 什么委屈 什么廉耻 都不重要 小姐姐姐 若叔姑娘 若小姑娘 若小姑娘出门呢 四姑娘的制粉头肉又完了 前妻家中采买得不好 拥有个云栽 去买西拉重力的回来 云栽姑娘 云栽姐姐也去呢 云栽姐姐 走了 不为之恨 还有定了要取的两件衣袋 云栽生醒像四姑娘 所以一同去 好给吃个药 路上若是一件好的 勾勾龙了 就给哥哥你带两个人 行 那你先去忙你的去吧 快快快快快回去 我看有什么好的 都给你买啊 快回去快去 那你们再去啊 去吧去吧去吧 去吧去 去吧 快去去地区скую湾 好的 走吧 时候上早 听说玉清灌西面 有一座全眼极美 风光也好 我们去看看 沐昕 你 孩儿撑不住了 想回去歇掉 这才走了几步啊 就寒胃 母亲 你三五天就来一次 不就是想遇见 盛家那姑娘吗 我知道你不情愿 还惦记着屋里那个贱人 你若真惦记 就早早点头 把盛家姑娘迎娶进门 我自随便你闹去 正气不入门 哪个寻求人家敢先大倩 我是不着急的 只怕 你那个春科小贱人的肚子可等不得了 你自己 你自己在这儿对着真人想想清楚吧 我们走 公子啊 咱们是回府里了 回什么回 母亲朝西边的陆清泉去了 咱们去东边的后院逛逛 我 我们是不是来晚了 梁家人是不是都走了 山门外梁家的马车还在 应该并没走 姑娘 到不咱们去那边看看 两位小娘子 快别往前走了 听说郁清冠坏了花开得甚是漂亮 我们正要去看呢 哪来的什么花呀 有一位年轻公子也说要赏花 院子里都是男子 你们两个小姑娘进去了 怕是要坏了名声 我们这就走 我先去 真是老天助 姑娘 你可想好了 真要去 说去了 全家都没有颜面了 我阿娘说得对 只有我们自己的颜面 才最重要 比那盛家的颜面重要多了 真是老天助 你告诉我 这里面繁华盛开 你告诉我 花呢 这空子 我 我 你是不是要我去给你 姑娘 没事吧 哭了 天哪 这叫她 姑娘 你没事吧 来 我不是在做梦吗 公子抓着我的手 怎么会不是真的 雨晴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梦里听见公子呼唤我 我这不就来了吗 我 我还不给你 我还能做梦里 因为我还可以 我还没有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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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在词 我还没在词 和人学科长 我还没在词 不是我 在词 我还没在词 四姐姐安好 妹妹好人才啊 早就撕破脸了 还能撞得下去 我没记恨姐姐刮破我的脸 怎么 姐姐记恨爹爹罚贵了吗 你别以为你赢了一次就将我打败了 人活仪式几十年路还长着呢 不到盖棺材那天啊 什么都不一定 是啊 姐姐日子长着呢 还盖不到棺材呢 好 坐了吧 哎呀 这天实在太热 以后成婚定行免了吧 每月的初一十五过得请安即可 祖母 孙女们没那么娇贵 走不了几步路哪热得着啊 祖母这是疼惜我们 您怎么还不领情啊 几个姐妹中 只有沐沧斋 李老太太这儿最近 说走不了几步路的 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哎呀 多好好吃碗冰酥烙吧 为这个 争来争去的 可是越大越像小孩子了 祖母说得是啊 四姐姐现在可像个小孩子了呢 想要什么东西 一刻也等不了 立刻叫云哉他们出去买 若云哉耽误了一刻出门 四姐姐就要发脾气了呢 我不是 前两天我看云哉往外走 喊了半天那小妖头也不理我 越发到没有规矩了 四姐姐 你若是不会教下人规矩 可以把他们交给我跟六妹妹 我们替你教他们规矩 我租租悲观了这些日子 想派人出去买个东西 解个闷还不成啊 这个云哉也是一根筋 派她出去做些事情 便顾不上别的 没听见五妹妹叫便要罚她 未免刻薄些了 也许我姐姐看错了呢 咱们家的院子里头 跟云哉身高体型差不多的姑娘 也有不少呢 你这么一说 倒是也很有道理 云哉跟四姐姐就很像嘛 他们两个要是都背对着我 我还真分不清谁是谁呢 吴姐姐 后几日 大姐姐家就要办家宴了 时隔也有半岁了 可以出来见客了 你有没有准备什么礼物啊 嗯 我早就给我小外甥 准备哈利活了 四姐姐被禁足 恐怕也去不成 谁稀罕 我今天受了风寒 有些咳嗽 去了怕给孩子过了病气 也不敢去 只做了几个肚兜 吴姐姐 帮我烧过去吧 老规矩 我给你背了一份 好 我去帮你跑一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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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开了眼啊 你怎么把何花养在这儿啊 这钢莲不是应该摆在院子里 才够气派吗 你摆在这儿 这又挤又潮得多不方便啊 我不是为了养花 只因为两个月前 我去了玉清罐烧香 那里的道士给我劈了一挂 说我今年命中待煞 需要以水来灭火 我这才找了三个缸子 敲满水放在屋里 看似是闪花 实则是平衡风水 这样姻缘就顺遂了 前些日子 那个永昌伯爵府的吴大娘子 日日来找你 我看你们打得火热 这些日子你老是生病 天天窝在家里面 还睡睡什么呀 远到最后啊 找了个丙生 就打发了一辈子啊 我自知身份低微 日后就算是进了伯爵府 也是活受罪 何必自嘲苦吃呢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外面那些人都说什么 你幼钩的袁若哥哥 幼钩的吴家 我看他们呢 就是自己 捞不到马球的博彩 才来嫉妒你的 吴姐姐 你这么想 那是自然了 那些嘴长的呀 还不是因为嫉妒你 才说这些的吗 自己都不知道跟什么 张四郎啊 刘四郎 打过多少次马球 博过多少次锤完了 要不就是嫌咱们家里官小 还好 我二哥哥争气 等日后啊 登革拜向 咱们家肯定比他们都强百倍 嗯 嗯 这么多啊 这样 我姐姐替我出头说话 那我也不能光是 只惦记着大姐姐 这个擦子你随便挑 我也不是替你说话 你这不是你摁住了 莫兰那个小贱人吗 我从来没看见过 她吃这么大的亏 咱们俩也勉强算是 一屋子里的人 哎呀 这手发真好看 真好看 母亲你看 明兰这个小丫头啊 自己体弱多病 天天闷在屋里 吴大娘子那边也应酬不了 生生地没了这段婚事 好像鬼迷心窍了 信了那个毛山道士的 搬了好几个大缸 到自己房间里 说是可以时来运转 婚事顺遂 果真是比我年纪小一些 一点都不记录 人家比你机灵多了 知道为自己的婚事操心 你还傻 呵呵的不正常 我呢是盛家的嫡女 又有母亲的疼爱 我愁什么呀 话是如此 可这八字还是要批的 如今你大姐姐儿子也有了 我就你这么一见心事未了 要加紧些 向来没听明丫头说过什么鬼神 她都赞了真人 想必是好的 选个好日子 我也娶她 问问管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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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零七课的落洞和云塞吗 是吗 咱们看个局 别是找什么歪路子来证我她 大娘子且留步 我替大娘子去 伺候大娘子去拜三清 我稍后就来 我早就来 把水亲人送到我 第二宝一银 还可不可以 实际上 你还不想 还是 你还不想 咱们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不当场去遮剑 大娘子留步 大娘子吃虐样的亏吃得还不够吗 咱们贸然打进去那起步打草惊蛇 到了主君的面前 他们母女的本事大娘子是清楚的 一个赛一个的可怜 咱们谁都不是对手 黑便白便成员 说不定还会倒打一耙 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咱们 这明摆的事他们还怎么去开脱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既抓住了把柄 就掐住脖子别松手 不能让他有喘息之机啊 我现在脑子一团乱 你说怎么办吧 我看他们这样 想必不是头一次撕毁 既尝到了甜头 便不会轻易罢手 必定还要下次 不如咱们回家禀报主君 请他亲自前来捉奸 这样一来 他撕毁外难 行苟且之事的罪名 就板上钉钉了 你才说一遍 低声信 难道光彩吗 这不可能 你看错了吧 刘家亲自跟去 亲眼看见莫兰那丫头 和梁汉思 进了房门 孤男寡女一间觅食 怎么会看错 我声等着他们走了 进屋去看了 真是好大一张床 好 你胡说 哪有你这么变喷人的 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 官人一心我栽赃 那好 亲闻不如亲见 官人不如亲自去捉个奸 自会真相大白 捉奸这种下作的事 我怎么 你让一个当爹子 你去捉自己的亲女儿 你等着 我看不如 我把林氏和莫兰都叫来 你们当场 你们当场对峙啊 我若有半句虚言 就叫如兰将来嫁不出去 华兰在婆家勇士抬不起头 你很可能 你不肯是不肯是不肯是很不肯的 骨骂 你不肯是没肯是不肯是不肯是不肯的 小月姐 桂桃 桂桃 来 桂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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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又要去替四孙女 买头业和胭脂吧 买四馅 又是和云仔姑娘一起吧 少说两句 拿了钱还不喝就挺适去 一直看不着小思思的一些 一种姑娘的事 小心把你的心里 走了 大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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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又走了 四姑娘搬成云载 又打着陆主 出门去了 宝宝宫人 被扯 去医清关 是 有点事 交关人 带上牵了死器的下人 将那院子死死为重 好 奴婢知道 绝不让他们溜走了 不 是严冯此事泄露 因为一旦泄露 我们家姑娘就没法做人了 只能去投江 大娘子想得周到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书送把墨回首 无语随可透 昨夜一束风筝 浓水不消残久 时温钻裂人却当海淘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飞红烧 昨夜一束风筝 浓水不消残久 时温钻裂人却当海淘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飞红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飞红烧 绿飞红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